身穿綠色毛衣搭配身色圍巾 林毅華三號一早走進臺北市政府 正式就任副市長 但短短兩天後 臺灣燈會就要在五號開幕 被視為是林毅華的第一個挑戰 除了臺灣燈會 林毅華也將和另一位副市長李四川 執掌不同面向業務 要是上半年北市總人口數增加到兩百五十萬 增設的第三位副市長要如何分工 同樣引起關注 林毅華也說 樂意向前副市長黃珊珊請義 不過直到二號才請辭 大安區區域立委 被批評是政治算計 避開立委補選 也有公民團體表示 立委薪資是每個月出撥款 要求林毅華 繳回二月的立委薪水 至於二零二四大安區立委 傳出藍營的臺北市議員 徐鴻廷 王欣宜 李博毅 鍾佩鈺 以及前議員羅志強都有意爭取提名 林毅華表示 大安區應該很多人有興趣參選 相信國民黨會有公平的初選機制 一切依照初選制度進行 華視新聞機構黃冠霖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